我回應的問題,有人問他所領受的謊言是否出於實 首先,我先說自己的做法 我自己的做法是不會叫人嘗試開聲,嘗試看是否講謊言 因為實際上是會令人懷疑的 因為當這樣的時候,他不知是跟了別人發聲 或是出於聖靈的充滿能力 我自己真的覺得應該是追求神,親人聖靈充滿以後 當聖靈充滿時,有些人的舌頭就會震動 如果我專注在我的口袋舌頭,我的口袋舌頭都會立即震動 然後跟著的時候會發出聲音 我自己本身和我所認識的不同的人 都有在聖靈充滿之中,自己就開始講謊言 我覺得這樣的開始是最好的,而不是我們教他 叫他現在開始嘗試說 譬如聖經中說到聖靈充滿,說到哥利劉會一家人 聖靈充滿就在稱讚美神為大 他們都比得沒叫他這樣做的,他就是自己開始做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不過這樣做的時候,有時候有些人都會領受謊言 不過有些人又不是 那怎知道是不是呢? 那這件事是會有時候會比較困難 但是如果這個人發覺在講謊言的時候 他是會幫到他的靈開通的,去親近神的,去經歷神的 那這個就很大可能是謊言 那在我來說,當我一講謊言 就是我裡面可以湧流喜樂,湧流感動,湧流能力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也我知道有些人講謊言就是 就是哭哭哭的,就是這樣哭哭哭哭 但是就算他真的開始是講謊言 他都可以不是講謊言,而是他習慣了那種發聲 他就以為發聲就是講謊言 其實很重要的是,始終講謊言都是用心靈誠實敬拜 是整個心靈去愛慕神,渴慕神 就是在心靈裡面一直想著神去愛慕神 而我又回到另一個問題,不是你問的 就是有些人就說 《善良傳義》的謊言就是講別國的說話 就說覺得謊言應該是講別的話 但是在《善良傳義》十四章 很明顯他講到不是別的話 因為沒有人能夠明白的 是需要翻譯的,是講神的奧秘的 是沒有人能夠明白的 在《善良傳義》第二章 我覺得是有人明白的 就是宣講神的恩典 或者是在《善良傳義》 他稱讚神為大 但是在《善良傳義》十四章 是講說神的奧秘的 所以是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謊言可以 第一種就是講第二個話 第二個國家的話 第二種就是 那個靈是被神感動 神就啟示給他講出神的奧秘出來 這件事是會幫助他 在靈裡面更加寧受 就是講謊言可以幫助人更加寧受 如果你已經開始了 你又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方法很簡單 你就繼續愛慕神 一直想著耶穌 你可以先用其他方法去祈禱 我儘量鼓勵人 祈禱的時候多些用簡單的說話 就是宣告神的愛和愛神 多謝天父在愛我們 多謝你 你真好 阿里路亞 這就是耶穌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用回你做開的方式 看你是否能幫到你的靈 開通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要說著 一路讚美神 感激神 愛慕神 直到神感動你的方言 我自己來說 我一個心愛慕神 而我專注在我的口裡 我舌頭就會震動 我口也會震動 就好像現在 他自己會震動 我一開聲 他就會發出方言出來 這個就是 在聖年聰的帶領 不是我令到他開聲 一個特會 其實我是第一次經驗的一件事 我之前是 我看周圍的人 看到他們 不知他們會震動 我就不明白 但是 講完 邀請大家 一起出來領受方言的時候 邀請大家出來領受方言的時候 領受聖靈團在的時候 我和我老婆一起走出去 台上有很多牧師 大概20個左右 因為太多人 所以不能夠逐個逐個去安守 他只不過能夠革通 20多個牧師對著台下的會衆 讓他們能夠領受到聖靈 讓他們能夠聖靈 讓他們能夠聖靈充滿 我就很投入 我就開始舉手 開頭舉手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震動 但是慢慢慢慢開始 發覺到手就開始有些震動 其實那一刻 都還有理性 我在想 我這隻手這樣震 是否因為我太過緊張 或者我太過投入 或者太過疲 所以不是震呢 然後我就想 右手震 為什麼左手不震呢 我就看一看我的左手 對 我真的不震 然後我就再等一等 左手 開始慢慢又震了 然後我就… 對… 好… 我就不明白 OK 對於震動 這件事 聖經有講到類似的 有些經文 其中有講到 約翰在《啟事錄》一章十七節 在那裡見到耶穌 然後耶穌就扑在地上 他就不是說震動 即是影響他身體 即是神的同座影響他身體 以致他傾土 另外就是掃浪 他追殺基督徒的時候 在大法式的路上 見到耶穌 他也是跌在地下 冰釘也是 即是說 神的同座影響人的身體 聖經也都講到 聖靈降臨 身上你必得著能力 這個能力 他接著講到全呼音 不過 在約翰和素羅和冰釘所經歷的 他們身體都感到的一種能力 除了說全呼的能力 也都是一種可以感受的能力 這個都是很多人的經歷 而那個經歷是正面的 那怎樣正面呢 因為很多人這個經歷之後 他們譬如生命改變 經歷喜樂平安 愛 生命更生悔改 事夢處 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 但是是否凡是震 都是一定勝利 也不是 因為邪靈都可以有同樣的工作 那怎樣分辨呢 其實分辨很簡單 就是當這個人是愛慕神 處理生命 親近神的時候所經歷的 這個就是聖靈 那為什麼聖靈和邪靈 會有類似的經歷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因為聖父聖經聖靈 創造萬物的 包括天使 天使 天使當作邪靈 魔鬼 所以天使的來源都是來自聖靈 不過呢 他就很不同 他是產生犯罪 叫人想自殺 聽到一些負面的聲音 就是全部破壞性的 但是神的聲音呢 就是叫人生命改變的 所以同樣的身體彰顯 那些邪靈的人都有這些彰顯 因為邪靈都是來自聖靈的 亦都因此有些人攻擊 但我們的答案就是 那個果子 憑果子 因為聖靈工作的確 看到很多人愛主悔改 信靠主全人福音 而全人福音都是叫人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所以他們都是帶人信耶穌 而帶來的果效 包括有見到儀仗 而見到耶穌 或者天使 天堂 這些都是屬於和聖經有關的 但是那些邪靈那些 他們看到是邪靈 那些就不同了 所以這幾方面 都是證明他所經歷的 是神的 所以這個震動 也都是 即是說他的果子 都是好的 所以證明他是神的 我都告訴你 我個人分享 告訴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曾經學 唱歌 我很多人都學的 彈琴、結他 其他人是唱歌 因為唱歌都是需要學習 我們可以唱歌更加好 講話更加好 就是聲音可以有共鳴的聲音 那老師就教我 需要單田 就是套進去 來產生一種衝靈 發聲 那我今天聲音不太好 所以我就不會示範 這件事 那當你發聲的時候 是應該在下面用來 用來 像我現在這樣 這樣 但是呢 我就發覺 當我搓的時候 初初的時候 就是肚 就是很多人就是肚 收進去 但是呢 後來我四年充滿 就發覺呢 我就不單止是手會震 但是你看我又沒有震 因為我隨時可以控制 還有呢 是單田的位 單田的位 是肚瓷之下幾寸的位 那個位是平時不會動的 那我什麼時候見到呢 我洗澡的時候 看到那個位子凹了 或是縮進去 好像一個凹位 例如肚子 它會凹進去 又出來 凹進去 那很明顯這個 是出於神的 那些也幫到我 在發聲 唱歌的時候 說話的時候 是幫到我的 那現在我 如果我在祈禱的時候 我一鑽著一個肚子 這個部分 自己就會震 其實我鑽著這個部分 那部分就會震 那這個 但是呢 我又不會 就是追求那個震 但是我會隨時有的 我追求呢 是更加和神有相通 靈更加相通的 就是我們知道這些是一個彰顯 但是它的彰顯有幫助 譬如我都告訴別人 你感覺身體遙動 就是好像 強烈的就會跌低 被那麼強烈的遙動 那這個遙動也有幫助 因為這個遙動呢 就是當你自己祈禱 你就會發現 遙動得強烈一點 就是說 神的同樣更強烈 就是你投入 就會遙動得強烈一點 譬如我自己一投入 一放鬆 一起落湧出來 第二 身體會遙動更多 就是在裡面 身體震動 我現在也是 我被他自己震動的時候 放鬆 他就會在裡面震動 這個也是聖靈帶領的 但是同時 我又會這樣說 有些人有邪靈 也會這樣 譬如聖靈臨在 有邪靈也會這樣 在彰顯的過程 在掙扎的過程 會這樣 但他的過程 當我在趕邪靈 他是會失控的 但我不是失控的 我隨時可以停 隨時可以開始 這個我們可以分辨到 因為他們裡面有爭戰 就是掙扎 掙扎 所以也會有 有時候會有震 群動 身體動 那些現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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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